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老景观影 本期为大家介绍一部高分悬疑剧《真相捕捉》第一集 深夜的警局监控室里还有两名警员敬业的工作者 警员贝奇工作非常认真 在发现有人聚众闹事之后 他立马将情况上报给了执行警员 这时,贝奇注意到一对年轻的男女正在大桥上约会 刚开始贝奇面色很正常 但随着时间流逝,他的脸色从羡慕变成了惊恐 但职业习惯驱使他立即给警局打了电话 至于监控里的那对男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时间线先转嫁到18个小时之前 主角萧恩是一名士兵 现在却在军事监狱关押着 被指控恶意枪杀俘虏 明天他就要接受法庭的审判 而萧恩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女儿和前女友 于是给他们打了一个安慰情绪的电话 在开庭之前,萧恩穿上了自己的军装 将女儿的照片放在了衣服内袋里 监狱里的其他犯人大声地嘲笑着萧恩 在他们眼里,萧恩能够获得庭审胜利 似乎是个笑话 画面一转,警员瑞秋和他的新助手 来到另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 这是一起入室绑架案 歹徒称大人不在家绑架的一个孩子 但案发时,弟弟也在家里 却声称自己在打游戏什么都不知道 而一家人都觉得弟弟在撒谎 但又问不出什么 瑞秋上场,利用心理学先安慰弟弟 没有阻止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然的话,被掳走的就是你们兄弟两个人了 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也会躲在床下 并把看到的真相第一时间说出来 这样一来,我就不是胆小鬼的 而是拯救哥哥的小英雄 弟弟听完之后,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了自己看到的一切 随后,瑞秋来到法院门外 他之前是反恐组的警员 最近才被调到凶案组 今天开庭的是他之前负责的一起反恐案 总警司哈特希望瑞秋能够前来旁听 因为这起恐怖袭击案的解决办法 堪称完美 在办案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流血事件 所有的罪犯都被判了2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于是哈特邀请瑞秋晚上一起聚餐 毕竟瑞秋才是这起案件的大功臣 这时,肖恩也来到了法庭 准备接受谋杀案的审判 他被指控的罪名是枪杀的一名投降的俘虏 证据是另一名视频头盔上的摄像头拍下的录像 肖恩陈述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 对方很危险,急剧反击性 但检方却认为肖恩就是故意杀人 因为视频里的肖恩在杀人之后大声地驱赶那名携带摄像机的士兵 这就是他杀人之后想要掩盖证据的心虚行为 但肖恩的辩护律师汉娜和查理在开丁之前就做好的准备 他们找到的专业人士了解到头盔式录像设备已经很老旧的 长时间的拍摄过程中会出现音话部同步的情况 也就是说刚才那段视频的声音延迟的5秒 而将视频复原正常之后的真实情况是 肖恩大声驱赶的是那个恐怖分子 在对方坚持不让步之后他才开的枪 这样一来就符合的先警告后执行的正常程序 于是指控肖恩的证据 便为了证明肖恩无罪的证据 肖恩也终于洗刷了自己的不白之冤 庭审结束之后肖恩迫不及待地来到女儿的学校 但前女友很不待见她 并让她明天再接女儿放学 那天晚上肖恩的朋友们为她举办的庆祝派对 律师查理和汉娜也参加了这场派对 因为这件案子情况特殊 肖恩在网上备受关注 虽然喜情的冤屈 但肖恩认为那只是澄清的案件 对于自己本人的人格清白 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喜情 没过多久 一个朋友对肖恩开了一个枪杀俘虏的玩笑 肖恩非常生气 差点就和他们打了起来 好友赶来劝架 将她拉进她厕所 再出来时 汉娜已经离开了 于是肖恩开车追了出去 跟着汉娜来到大桥上 这里就是影片开头 被其在监控中看到的地方 当肖恩追上汉娜之后 就下车和她告白的 于是情投意合的两人拥吻在一起 画面十分浪漫 这时公交车过来的 汉娜告别的肖恩 独自一人坐上了公交车 但被其看到的 却是肖恩 殴打绑架汉娜的画面 另一边的瑞秋离开法院之后 回到了警局 同时怕得提醒瑞秋 凶案组的上司 已经找过她好几次的 说曹操 曹操就到 上司非常不爽地 说了瑞秋几句 凶案组的所有人 也都知道瑞秋又快要升职的 因为瑞秋 总喜欢和上司鬼混 这不瑞秋就和前上司哈特 缠绵了起来 电视里播的是白天那起 反恐案件成功的新闻 而证据 正是瑞秋发现的一段监控录像 才起得重大作用 这起案件 才能没有流一滴血就解决的 但瑞秋却告诉哈特 不要在升职的事情上 故意帮自己 虽然两人有着不正当关系 但感情是感情 工作是工作 没过一会儿 瑞秋就接到警局打来的电话 让他去处理 贝奇在监控中发现了桥上绑架案 瑞秋来到现场之后 发现帕特已经在这里的 他们初步推测 是犯罪嫌疑人袭击 并带走了一个女人 因为凶案组设备简陋 不能识别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瑞秋只好把资料 给的前单位反恐组 借用那里的高端设备进行识别 很快就证实的犯罪嫌疑人 萧恩 但此时的萧恩像没事人一样 回到家就开始呼呼大睡 在睡梦中 萧恩再一次被警察抓了起来 但警方没有发现任何萧恩犯罪的证据 得知自己绑架他人后 萧恩都懵了 刚要反抗就被放倒了 瑞秋让助手调查一下汉娜的背景 助手很快就给出的结果 汉娜在律师界非常有名 处理的案件 大都是关于国防部和恐怖分子 为了更快地查清楚案件 瑞秋把助手派去的反恐组 让反恐组利用高端设备配合他们调查 因为经过的遗验 汉娜仍处于失踪的状态 瑞秋决定先在警局里对萧恩进行审问 他们给萧恩播放了当时的那段监控 刚开始的时候一切正常 萧恩和汉娜在监控中热吻 但到了监控录像的后半段时 汉娜没有上公交车 而是被萧恩误打 再次梦掉的萧恩 抑制不住情绪 想要大声地证明自己的清白 甚至怒吼着 录像不是真的 而瑞秋只是静静地观看着萧恩的状态 那一刻在瑞秋的心里 有了几个关于萧恩暴躁的原因 第一个 萧恩犯了罪却故意表演 第二个 萧恩患有厌疾后遗症 短暂失忆症 第三个 萧恩不是凶手 属于正常反应 这时 瑞秋接到了助手的电话 他们通过监控发现 昨天晚上萧恩开车 经过的一段监控盲区 那里正好靠近河流 如果真的是萧恩犯罪的话 那汉纳很可能被丢在盲区 或是盲区附近的河流中 于是瑞秋 立即增派警力前往盲区进行搜救 而被关押的萧恩 却在脑海中 不停地回忆着大桥上发生的一切 一会是温情地对着汉纳 一会又暴躁地殴打汉纳 那么萧恩是真的犯罪了 还是被恶意诬陷了 一会是失忆了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